我们看一下基本动词的一个用法 各位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Tolu这个字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在日文当中有什么字 会跟Tolu来做结合 常常用这个字 用这个动词来结合的意思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讲有45个字 你要记住 我讲完这45个字 如果你记起来一个 这样就够了 如果你记起来两个 你就很厉害了 如果你记起来三个 你是超人 万一你记起来十个 你要去看医生 你应该不是人 所以你要小心 记起来十个你就要小心 所以各位我讲这么多 不是要你记起来 不是 我是要你忘记 了解吗 有听过就好了 不用要求自己把它记起来 当初何博士有记起来吗 当然也没有 我也是一次记一个 一次再记两个 然后再慢慢记第三个 第四个 都是慢慢来的 不要想要把自己弄成超人 全部要把它记起来 那是不可能 单字是被来忘的 了解吧 单字绝对不是被来记的 单字是被来忘的 被单字最快的方法 叫做一直被其他都是假的 好我们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O toru的重要的用法 第一个 修断をとる 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修断をとる 第二个 シュッセキをとる 各位这个シュッセキをとる 就是我们说的点名 点名 就是シュッセキをとる 或者你可以说 出席跟欠席 欠席就是缺席的意思 シュッセキをとる 或是シュッセキをとる 两种讲法都可以 再来 資格をとる 获得什么样的资格 資格をとる 再来 修断をとる 处理 采取什么样的处置方法 修断をとる 再来 食事をとる 吃饭 食事をとる 再来 カルタをとる 各位这个カルタ 这是牌子 玩的游戏 那个牌子 カルタをとる 再 スンポをとる 我们说去量尺寸 スンポをとる 再 トーケをとる 获得什么样的统计的结果 或是统计的数字 トーケをとる 或者去统计什么东西 再 タイムをとる 即时 タイムをとる 脈をとる 我们说去看他的脉搏 脈をとる タチバをとる 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各位 这个タチバ 立场这个字呢 你可以念 タチバ 也可以念 タチバ 两个都可以 再 ツリアイをとる 取得平衡 ツリアイをとる 这个字很重要 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字的 详细的用法 再 年轻をとる 你看 我们说上了年龄 对不对 日文叫做 年轻をとる 很特别 年轻をとる 再 スモをとる 玩相扑 打相扑 他们的动词用とる メモをとる 寄笔记 メモをとる バランスをとる 取得平衡 我们刚前面不是 有一个ツリアイ 这里也是 バランスをとる 再 第18个 ご機嫌をとる 去讨好别人 要他心情好一点 要他不要生气 ご機嫌をとる 第19个 写真をとる 注意 这个时候 他的汉字会写 写这个字 戳这个字 写真をとる 第19个字 スムスムの 控えをとる 注意 这个控え指的是 临时的 比如说 電話番号の 控えをとる 什么意思呢 就是 电话号码 赶快先把它写下来 赶快先把它写下来 叫做 電話番号の 控えをとる 好 这个控え指的是 你先拿在手上的意思 控え 好 再 疲れをとる 把这个皮疗 把它取消掉 这个呢 让你的疲劳 获得解放 疲れをとる 再 距離をとる 保持距離 距離をとる 行動をとる 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舵をとる 掌舵 各位 你看到 我们说掌 对不对 我们中文叫掌舵 那日文是用 舵をとる セミをとる 我们去抓禅 他们用 とる 对不对 他们不是用抓 他们用取 再来 式器をとる 指挥 指挥 可是呢 孩子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写一个指 式器をとる メダルをとる 获得什么奖牌 メダルをとる 新聞をとる 去订阅报纸 新聞をとる 再来 感触をとる 注意哦 这里的とる指的是 没收 把他的官职取消掉的意思 感触をとる 他等于没收 要注意哦 没收这个字呢 都只能是官方的 政府对人民的 不可以是老师没收学生 这样不行哦 老师没收学生的手表 这个不行哦 不可以用没收哦 不可以用没收 那时候用哪个字 用取り上げる 把它拿起来的意思 所以呢 个人呢 不可以用没收 官方对人民 才可以用没收 在 負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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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をとる 評判をとる 获得什么样的 评价 評判をとる 32个 ネクタイをとる 各位这个说呢 是表示呢 先把它拿下来 把这个领带 先拿下来 先解开 不用那么拘谨 ネクタイをとる 在 仇をとる 报仇 仇をとる 各位 如果你有看 环太平洋的话 那里面 如果日文版的 他讲的这句话 家族の仇をとってやる 我为我的家人 报仇 家族の仇をとってやる 好 34 痛みをとる薬 然后把你的痛 拿掉的 要 止痛药 止痛药 35个 シミをとる 把这个斑点拿掉的意思 脸上什么斑 把它拿掉 シミをとる シミをとる シンソツをとる 各位注意 这里的トル是采 这个字 这个シンソツ指的是 大学刚毕业的 新人 毕业生 刚毕业的人 シンソツをとる 采用 47 入れ歯の肩をとる 各位 这个入れ歯就是假牙 肩 就是模型 所以去采取 牙齿的假牙的模型 入れ歯の肩をとる 再38 手間をとる仕事 各位 这个手間をとる 指的是 非常麻烦的工作 这个工作麻烦 花时间 花力气 手間をとる仕事 第39 大きすぎで 場所をとる 各位 这个場所をとる 指的是 占空间 太大了 占空间 各位 有一个动词 叫做 かさばる 这个字就是 占空间的意思 かさばる 文字通りにとる 各位 这个文字通り 就是按照字面上 去理解的意思 按照字面去理解 你这样子写 我只好按照你的字面来理解 虽然你说我误会你 可是你这样 你就这样写的 文字通りにとる OK 好 第四十一个 コピーをとる 各位 我们说慎重起见 大事をとって 就是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可是我还是 慎重起见 我还是重头来一次 大事をとる 再 引けをとる 各位 这个引け指的是 觉得自己是不如人 劣劣 劣劣 觉得自己不如人 引けをとる 好 各位 第四十五个 いとまをとる 或是 ひまをとる 两个都可以 注意喔 这里并不是 这个拿取 这个假日 或是呢 拿取空闲 不是喔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离止的意思喔 跟你 比如说 这个之前有一个 家政富三田 他里面就常常讲这句话 如果怎样 我就 いとまをとる 我就要离止 いとまをとる 好 各位 我们看一下喔 ほるに足りない ほるに足りない 人 不足取的人 不足取 根本就 根本不想要讲到这个人 ほるに足りない 人 就是很烂的一个人 就对了 比如说 这件事情呢 根本不值得谈 ほるに足りない 人 はい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喔